Hello 歡迎來到我的KEEP FEAT減肥頻道 今次再次邀請到 遠在英國海外讀醫科的學生 Ewan和我們一起探討 新同飲食和健康的話題 很多朋友跟我說 上次聽完她的分享後 對新同飲食有更深入的認識 知道原來外國很多醫生和學生 都用這個方法去幫助 減肥或糖尿病的朋友 她們就更加有信心了 今次我們再次和Ewan 來一個海外跨區的Q&A 來跟大家探討關於心情的問題 因為我知道Ewan她以前 是有卵炒多狼症 也因為一些情緒問題 而開始生同飲食 而剛好她現在在英國 正正在做一個畢業的展覽功課 關於情緒、飲食和運動 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段影片 我們也是受著這個課題 去做一些深入的探討 待會我跟Ewan 會相問問題去回答大家 事不宜遲 就讓我先問Ewan第一個問題 Ewan 我知道你在新同飲食之前 都試過很多不同的方法減肥 我想代表不同的朋友問你 你有沒有試過在減肥的路上 令到你自己出現情緒的問題 那我有沒有試過因為減肥令到情緒有問題 就當然有試過 我相信每一個女生 她長大的時候 都會經過一個period 就是覺得自己身材不夠好 或者好像有很大的自卑感 就覺得自己不夠美 覺得要做很多事情 去令自己變得更加美 那我也有試過這個經歷 我從小到大都是那些肥肥的 有些肉的那些女生 就經常都是被人說肥肥的那個 學童保健的時候 有時候一個姑娘都會說 我有些太肥要減肥 那我一直去到中學 都是繼續肥肥的 那可能活動量是大一點的 就是可能周圍去啊 有游泳啊 那就會瘦一點 但是都是一路屬於肥肥的那些 那去到大學的時候 就覺得 啊我來了這個英國 哇新世界啊 我要變漂亮 我要變瘦 試很多不同的方法 就是想減肥 那減肥 科學根據嘛 那我很科學頭腦的 那我的科學根據就是 熱量 熱量赤字 那就做很多大洋運動 還有吃沙律 吃菜 還有吃撒雞胸 那有沒有瘦呢 就當然有瘦 但是開不開心呢 就當然不開心 那 那你吃這麼少東西的時候 熱量這麼低 你自自然然 你每一天都有一些 血糖低的情況 你每天都覺得很肚 我每天都不開心 然後血糖低就自自然然 那個人會暴躁一些 那其實你一路瘦下去 你一定會去到一個停滯期 然後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瘦來瘦去也瘦不到 對自己的情緒 當然有問題 那你每一天都處於一個 這麼不滿意自己的狀態 然後又好像瘦來瘦去也瘦不到 去到自己心目中的標準 然後又有很多不同的比較心態 那我呢 更差就是有一點點 那些 很極端不吃東西 然後呢 又會很餓 然後就忍不住 暴飲暴食 那些 所以其實我當時的情緒 的確是 不是很穩定的 就 嗯 自信心很低 那我一點都 不會想回到那種狀態 就是我覺得 試過一次這樣 極端減肥 你知道它不行 你知道它會令你不開心 那就千萬不要再試 那我就以前 經常都亂減肥啦 不知道Sowie 你以前也有沒有試過極端減肥呢 我有沒有試過極端減肥呢 嗯 我覺得是有的 都挺變態的 和現在是差天共地 那我現在新同飲食吃高脂 以前的我呢 就滴油不煎的 我覺得呢 脂肪呢 就是麻 我極根餘 我呢 那些菜呢 永遠只會叫灑菜 就算它看到有一點點泛油光 都會用紙巾引 吃雞排 撕在雞皮之後再吞一吞 甚至乎呢 會問餐廳的水 過一過水 那就很噁心啦 那除此之外呢 我也都試過呢 吃一隻減肥药 之前都跟大家透露過的 其他我不敢吃 但有一隻呢 就是排油丸 Synical的東西呢 我也有吃過的 因為它呢 聲稱可以幫我們 吸收不到油 就會排出來 那就是會做成放脾 有機會漏油 這些減肥的情況 我知道很多朋友仔 以為脂肪是壞人 又或者呢 他們覺得不新童 就不應該吃脂肪 其實這只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有些人呢 就會覺得 低碳的話呢 就應該低脂 其實低碳這個字呢 從來都不包含低脂的意思 這件事我覺得 即將來都要好好教育大家 但是簡單一點來說 低碳你 食物有三大巨量營養素 碳水化合物 脂肪 蛋白質 如果你碳水已經低了的話 你脂肪又低 蛋白質呢 高極有限 因為你吸收不到 那就是說 其實你只是做 整體都低 什麼都低 你當然可以短暫減肥 根本這個呢 就不是低碳 是一個低熱量減肥 換言之呢 就是節食 節食 換來的後果是什麼 大家都應該知道 當你一吃回正常的時候 就很容易反彈 而且呢 長期熱量不足的話呢 也都很容易令我們自己 對食物有一個渴望 一個欲望 當我們去到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就突然間會暴食的了 相信很多朋友仔都試過 而每個人呢 去觸發他暴食的 渡火線都不同的 對於我來說 就可能是 有時候都很節制很乖 突然可能很大壓力 又或者呢 他跟朋友有社交應酬 喝了一些酒精的時候呢 哇 個人就很興奮 酒後聯盛 都會呢 不斷吃零食了 那所以呢 就到我問回Iwan 你了 想邀請你分享呢 有沒有暴飲暴食 或者是不吃東西的經驗 或者會不會試過 很開心或者不開心的時候 就是這樣吃東西 或者完全不吃東西呢 那就交給你分享一下 我不開心的時候呢 是暴飲暴食的 我不是那種不吃東西的 我反而覺得 我不開心 那我就要補償自己 然後我就會瘋狂吃一些 平時不讓自己吃的東西 例如 朱古力 薯條 炸雞 麵包 類的東西 就是我 標籤去做 不健康的 平時不准吃的 然後我一不開心 就會不停地吃很多 那類型的食物 那其實我當時的症狀是 跟這個 Bulimia 正中文是暴食症 就是 吻合的 那其實它是什麼來的呢 暴食症的人 一不一定看起來 過重或者是肥胖呢 也不一定的 其實 很多時候有暴食症的患者 他都是會 雖然他有暴飲暴食的習慣 但他都會用其他的行為去 去Compansy 就是去解除 這個暴飲暴食的習慣 例如 有些人會 扣喉 有些人會 吃瀉藥 去去水 有些人會瘋狂做運動 那這些行為 當然是對於自己 傷害很大 那我當時呢 就 暴飲暴食完之後 你當然有一個 愧疚感在 那 愧疚的時候 我就會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去消除自己的愧疚感 那 例如可能我就會去瘋狂做運動 做五個小時 那樣 或者設一個做健身的流程 那樣 正常人是不可能做得完 但是就會 kind of 逼自己做 做完 那 那我當時我覺得 我的生活就好像 被這個減肥充斥了 就是我做所有事情 目的都是要減肥 或者 我 我每一個心情就是跟我吃了多少東西 掛勾 那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不健康的習慣 大家千萬不要學 那 還有好像我之前這樣說過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很喜歡吃東西的人 那 我吃東西是我最快 最大的快樂來源 那當我 咳走了我這個快樂的 source 的時候 我在英國 又沒有人沒有民 就是家人又不在 那 那 得出來的結果是 我覺得 令我的情緒很低 其實飲食和運動 跟我們的心情很大關係的 不如Soy你解釋一下 飲食和運動 怎樣影響賀爾門和心情 哇 這四樣東西 進合起來 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因為不良的飲食習慣 不夠運動 就會影響我們的賀爾蒙 賀爾蒙也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而情緒也會反過來 影響我們的飲食習慣 和會不會做運動 成為一個循環 例如說一個人運動不夠 他就會少了一些自我感覺良好的賀爾蒙 他就會很容易去選擇吃一些 垃圾的食物 例如是吃蛋撻 或者是吃漢堡包 一個人有做運動 他就會很想繼續保持健康 就會選擇去吃一些天然的肉類 和蔬菜 這個答案又會影響了賀爾蒙 賀爾蒙又會影響了他的情緒 令到他不斷去循環 所以這一個會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可以分很多節去講 而今天就可以簡單和大家講一下 這幾樣東西關於影響到我們 特別是緊肢減重的Hormons 包括紅激素、高酮素、刺激素 影響我們新陳代謝的 包裝線素 控制血糖和減肢的 胰島素和升糖素 還有就是生長可爾蒙和按豆粉 首先我們先講一下運動 這是勞本行 運動原來會增加神經傳動物質的勝負 會在神經細胞之間 並稱之為特殊的接合點傳遞信息 神經傳遞物質增加 原來就可以促進腦部的修復圍武 發出這個 安多芬這些傳動物質 這些可爾蒙 令我們身體有 疑惑感和歡樂感 進而影響了我們其他的行為和情緒 另外也一定要知道 有胰島素的時候我們選不到D 不過做運動的時候 疑惑素讓我們身體抑制 來迫使細胞燃燒脂肪 來取代葡萄糖作為能量外源 如果疑惑素的行量 在運動一段時間後仍然被抑制 就代表我們在休息的時間 仍然有機會燃燒脂肪 另外無論男生或女生 做重訓的時候 都會使我們身體釋放高酮素 和生長激素 這些Hormons 也有助我們去結構一些 結實修長漂亮的肌肉 從而增加新陳代謝BMR 幫助我們燃燒更多熱量 從而燃燒脂肪 之後Yvonne也問我 食物對Hormons和情緒的影響 這裡說的食物 我就不說量 因為我經常說質和量都重要 吃多當然是肥 我們先說質 食物的質素很愉快 以及什麼時候吃東西 都會有影響 簡單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吃高纖維的食物 或蛋白質脂肪 沒有那麼容易影響我們血糖 不會刺激到那麼多熱度素 但是如果我們吃高升糖的食物 例如水果 或葡萄糖 就會使出熱度素 如果我們經常吃多餐的話 熱度素就會不停出來 血糖會忽高忽低 好像上個身體一樣 就會令你很容易肚餓 也很容易累 而且也沒有機會讓你身體進行減肌 另外 吃得多垃圾食物 就會身體有很多空的熱量 壓力帶 原來皮質算高的時候 就會容易令我們傾向吃一些 Jump Food 或者我們小時候覺得很棒的食物 什麼叫空熱量的垃圾食物 即是說它只能給你熱量 但是沒有營養 即是說一個薄餅 可能是有1000卡 但沒有什麼營養 基本幾乎是沒有好的脂肪酸 微量元素 維他命 給不到你 那為什麼你之後吃完 身體仍然會覺得肚餓 就是因為你身體原來 只是不夠這些營養 不夠微量元素 就會令你以為又很肚餓 又不停去找食物 好 第三 我上一段影片也有說過 其實我們的大腸是我們的第二個大腸 我們吃什麼下去 最後去到腸裡 它會直接有熱線打給我們的腦 去控制我們的行為 影響我們的情緒 譬如說如果你經常吃垃圾食物 你就會養了一堆菌 在裡面那堆菌 就是專門吃垃圾食物 它要吃開垃圾食物 它就會叫你的腦去吃垃圾食物 你怎麼可以一破這個循環 就是你忍解了這些垃圾食物 吃一些好東西 養好菌 特別是一些天然的生菌 好像天然的泡菜 納豆 以後他們就會打給你腦 跟你說吃一些相應的食物 這又是一個護衛的存環 亦是影響到我們的情緒 影響到我們的行為 以及影響到我們的體態 最後說到暴飲暴食 有件事不得不提的 就是有些朋友 他以為吃完之後 用吹吐的方法 吐出來 物理層面 沒有了一些東西 是不是就像好著數一樣 奉勸大家千萬不要吹吐 不要吹吐 不要吹吐 因為這樣會嚴重破壞我們的身體 在物理層面來說 因為我們吃到 口腔 承受不了胃的酸性 也會造成潰養 而另一個問題 就是會嚴重影響我們的荷蒙 因為你進行吹吐這個行為的時候 你的身體、下肆優、腦袋 就會以為發生什麼事 手機、飢荒 它就會關掉你的肌 這個時候你就糟糕了 因為原來我們的很多生存激素 甲狀線 是我們的下肆優 發放信號 去讓我們身體製造的 當我們的下肆優 覺得有問題的時候 他就會將這些東西全部關掉 這樣你就會發覺 你的身體越來越差 越來越慢 手腳冰凍 減極都肥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做傻事 這裡分享一個小小的案例 都是真人真事 讀者分享給我 他也想和更多的朋友 可以幫助大家 他說 他也報食了時間很長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但他報食是有意識的 一般都是晚上 明明很飽 都不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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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吃兩個包 塗一點雞蛋 這樣就已經很夠了 正常都夠了 但晚上或者特別是星期間 就會報食 嘩 最誇張 試過一次過吃12個崩分樂 然後不斷吃其他東西 還要吃KFC 還要喝朱古力奶 還要吃光一些平時 渴望了很久的重複 第二天就很內疚 又很慘 又要想怎樣懲罰自己 將功補過 但是呢 他說新童幫了他 新童之後 他已經康復了 沒有了報食這個習慣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KITO 令我們有健康的脂肪酸 原來我們身體的所有荷爾蒙 都必須要靠一些好的脂肪去製造 所以都是那句 大家要減肥 千萬不要以為脂肪就是壞人 我們是要適當地選擇好的脂肪來吃 好了 說了那麼久了 又問回英國的Yvonne 有一個專業一點的 都想你去幫大家分享 什麼糖上癮呢 因為我發覺很多人 特別是一步吃的時候 都喜歡吃一些很甜的東西 編分樂 甜甜圈 可能巧克力奶 雪糕 通常都是很甜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 令到他們會對糖 或者甜味特別掛著 或者是上癮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糖上癮呢 其實糖是不是真的會上癮呢 那它那種上癮呢 又不是真的像吸煙 或者吃毒品那種上癮的 上癮的定義是 你沒有了那個物質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不同的症狀 令到你很不舒服 你必須要有那種物質去 令到你去回復原狀 那糖會不會這樣呢 又不會的 但是它會令到你有那個深思思的慾望 那為什麼呢 其實你吃糖的時候呢 它會刺激到我們的大腦去分泌一種 賀爾蒙 叫做Dopamine 多巴胺 那多巴胺呢 就會是 令到你有這種 kind of 幸福啊 很開心的感覺 那當然你吃得多糖分的時候呢 就會令到你的腦 將糖和幸福感掛勾起來 那你就會 kind of 越來越深深念念它 因為你將它和幸福感掛勾了 那尤其是小朋友 你不發覺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很喜歡吃糖嗎 因為他們覺得吃糖很開心 那有什麼我們可以留意一下呢 例如 你會不會深思思想喝甜的東西 譬如珍珠奶茶 或者你會不會深思思吃完飯 明明你已經飽了 但是你還是想多吃一件甜品 或者你會不會看到一塊朱古力 明明你也是飽 但是你又會想吃它 或者有些人可能 我其實我自己也是 我今天吃完一塊朱古力 我第二天同一個時間 我又想多吃一塊朱古力 就經常都很想吃甜的東西 好像你吃完整碗飯 整個午餐晚餐 你都好像不太有滿足感 為什麼要吃甜的東西去滿足一下 那這個就可能是你對糖 產生了一點點的依賴性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呢 有的 第一個方法就是不要被誘惑 我自己就不喜歡有太多甜品類 或者是糖 糖 那類型的東西在家裡 因為我看到它 我會忍不住吃 那你就索性不好買 不要放在家裡 或者你買 都買一些健康一點的反應 例如無糖的朱古力 或者天然的堅果類 那你口癢的時候 你可以吃那些 沒有那麼多糖分的零食 還有其實很多加工類的食品 是有一些隱藏了糖分在裡面 大家都知道 例如珍珠奶茶 其實是超級邪惡 是有很多糖分在裡面 那你可以怎樣知道 你在吃那樣東西 究竟有多少糖分 就是要學會看這個營養標籤 那你看營養標籤寫 像水果 無糖 或者黑朱古力 濃的黑朱古力 或者喝咖啡 就是喝一些熱的東西 我都覺得可以令到你 沒有那麼口癢 最後一個大家都說 有用的方法 就是做一個 food diary 那什麼food diary呢 就是你每天吃完什麼 你就記錄下你吃什麼 那你就會跟食物有一個更深的了解 就是平時你吃什麼會很開心啊 會有滿足感啊 或者你有哪些東西是特別想吃糖 為什麼你會這麼想吃糖 理解一下背後有什麼推動力 那當你明白你自己是tend to 例如壓力的時候會想吃糖 那你有壓力的時候想做這件事 你就可以提醒自己 咦我現在吃糖 其實是不是真的我肚餓想吃呢 不是 其實可能是因為有壓力所以我想吃 所以我想吃 那當你了解多一點自己 為什麼有想吃這件事的衝動的時候 就可以解決這個 攝取過多糖分的問題了 我很支持減少這個精緻澱粉和糖分的攝取 那不知道Zoe你為什麼這麼努力推廣生酮飲食呢 為什麼這麼努力 我真的很努力啊 有兩個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是真的很開心 很有成就感 對 一個人的成就感 不是建立在自己個人那裡 當你遇到一件很棒的東西 和分享的時候 如果別人都是這麼棒的話 那種成就感 那種喜悅感 是很多東西都比不上 有很多很多的成功惡禮 例如生酮飲食 真的可以幫助朋友 有些二營糖尿病的朋友 他不需要再吃藥 漏尿的 好返 脂肪肝的 醫生說他已經沒有了 情緒病的可以大大減弱 一些痛症 嚴症不見了 而當然最常見的就是 因為幫助大家回復健康 回復代謝 很多大大減肥的成功降 我和很多朋友減重減肥 完全改變了他們之後的生命 或者他們的日常生活 貼地一點 這件事真的令我很開心 這是原因之一 第二個原因 為什麼我這麼努力推廣生酮飲食 不是說到剛才這麼無私 自己也有私心 因為越多人生酮 就是越多人生酮 就越多人生酮氣 朋友仔 多人吃 就是多生酮生酮 多生酮小店 我們就自然多福利 好像在香港這樣 可能幾年前 要外出吃東西真的好 現在 淡仔也說有酒米 雖然還是臭 另外有一些 火鍋店有專程衛生酮的湯底 酒店也有生酮外賣餐盒 Shaven也說有低糖飲食 Five Guys和Shak有酒包轉菜 Rubi Tuesday也有Keto menu 更加有很多專為生酮的餐 有鑽爺菜花飯 哇 越來越開心 大家幻想一下 即是同友你們就幻想一下 如果有一天出街 隨時雲吞麵店 都全都是舉藥麵 新和雲吞的多開心 所以我就這麼努力去推廣大家 一起去做這件事 我自己繼續吃就已經不是為了減肥了 而是我真的吃得很開心 我很喜歡新和有食 帶給我多姿多彩的美味飲食生活 又可以保持健康 保持瘦的 好了 我們完成了六條問題 今集都非常豐富 很感謝Yvonne遠遠在英國 和我們分享她的心得 好 這是我的朋友Sofie 她是他的醫生 這是我朋友 我的男生 我朋友 我們只想說 我們只想說 我們想說 我們想看過 我們想看過 一下子 我們有意見 如何 你去吃肉 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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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one used to get time around Yeah, I still get time around I don't really know why Do you think your diet has changed? 第一次的第一次 一年 我对我做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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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做的一年 你只想要做一年 你会做一年 那是我的一年 我做的一年 我还记得 你认为 吃一年 不让你多久 I think the main reason why I stopped having sugar is I realised my skin got so bad I used to have a lot of breakouts on my face and I just feel very unconfident I feel like I go to CPR tutorials People are looking at my face I don't want to become too tall as looking balanced I feel like people are looking at my skin I think I had way too much chocolate and I binge eat a lot and I messed up in the past I thought I used to switch to eating very unhealthy stuff Right, you just eat cake for a while I'm like nothing else I'm very obsessive eating habits Since I came to uni, everyone was looking so skimmy I'm really stunning, very stylish and fashionable I'm with a group of friends that were a lot skinnier than I am So I felt very self-conscious And that's when I started to think about Oh, maybe I'm a bit overweight or something And I started to think She never would But it's just interesting how that is actually And especially Asians as well Will you perceive the skinnier the better And for example Like even my size now Perhaps back at home But it will be still considered a bit chubby But maybe over here I'll be quite skinny And I just started counting calories And I still remember I was so obsessed with it I was so afraid to eat anything And having a thousand calories per day And I did lose a lot of weight Like five kilos or so But I gained the weight triple Yeah you gained I remember we used to have a lot of jokes about it Because I think you kind of took it in game Yeah Yeah So you were kind of joke about like Everyon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died of the breath Which happened more by the time Yeah Whereas now You're like I don't know You spend so much of it You like effort I think So when it's something you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You put those But you don't want more words But you just have to look like My name's Alina O'Sullivan I'm a retired Psychiatrist So Eileen actually has been at the Exhibit just doing another talk about the history of a somatical school So I thought we'd have a bit of a chat as well Yvonne, you met earlier She's very involved with sort of mental health and food and the sort of links there Do you have any sort of knowledge about that? The link with mental health and food Shibli, I mean Shibli has a biggie So avoiding too much sugary food That would be my principle I think it's sort of an upcoming stuff about the gut microbiome Because then they'll have to study Yes I think the future of the gut biome And I think diet is going to be something I'm looking for I mean there is lots about diet and health at the moment But it's usually about preventative cancer disease I think understanding how what we need to affect our immune system And how our immune system and stress levels affect mental health Do I think it's hard to understand how we need to affect our immune system And how our immune system and stress levels affect mental health Do I think it's a good one And I want to 記得留言問我們 我們一定會用心回答你們的 下次再見 拜拜